大家好,我叫曹娟,来自中科院计算所 我研究的方向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做互联网上的虚假新闻检测 今年是我做虚假新闻检测的第十年 所以我们所长给我送了一个绰号 叫智能女侦探 既然是侦探,那我们就写了破个案 2022年3月4号,网上有消息称 印度宣布印度人口已经达到了14.15亿 超过了中国,位居世界第一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让我们来调查一下 首先,印度快报显示 他们计划2021年进行人口普查 但是由于疫情爆发 所以推迟了这项计划 所以印度的人口数至今没有官方的数据 而这个截图里面呢 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医疗机构 而且这个数据是通过算法模拟得到的 预测的并不是官方公布的数据 好,第二个调查 我们看一下 联合国数据显示 印度在2020年 印度的人口数是13.8亿 所以并没有筹过中国 根据这上面两个调查来看了 我们就断定 这个信息是一个不实的消息 互联网上的信息根据统计发现 Facebook上82个不实信息员的年浏览量 达到了38亿 在中国的微博平台上 2021年度 微博共有效处理不实信息 6万多条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们每天都在跟谣言斗智斗勇 是吧 尤其是在重大世界发生的时候 谣言更是像炸弹一样的来势凶猛 这个时候 我一般都特别特别的忙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同学 我的领导 都会给我纷纷发来信息 让我去求证 曹娟 你看看这条信息是真的假的 曹娟 你看这条信息是不是假的 我的同学 在群里面 为某一个事情 发生争吵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叫出来 曹娟 你来看一下这东西 是真的假的 我真的 非常非常地感谢 每一位 给我发来求证信息的人 是你们的需要 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工作 特别地有价值 有意义 好 言归正传 回到这个话题 为什么现在互联网上的谣言这么多呢 其实 谣言呢 从古至今 就有 而且它的破坏力 一点都不亚于 今天的谣言 让我们回到 2000年以前的 西州 当时 周成王 年幼 继位 他的叔叔 周公了 摄政 来辅助他 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叔叔 管叔 就非常的妒忌 于是他就四处散布谣言 诶 周公要夺位啦 周公要夺位啦 流言可畏 所以周公就被赶走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后面 白居易诗里面所说到的 周公恐惧流言日 人言可畏 但是 这是古代的谣言 他再怎么厉害呢 他只能口口相传 他的传播力是有限的 后来 互联网出现了 我们随便一个新闻 就可以促达到 成千上万的人 比如说 大家是不是经常看到 这样的消息 水果要空腹才能吃 吃了醋 会导致骨质疏松 这些新闻 最后都被证实了 是假的 这样的文字新闻 是可以很容易地 去发布的 它的造谣的成本 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会想 文字的谣言不靠谱 文字的新闻不靠谱 如果有图 就能有真相 有图 一定是有真相吗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2015年 一个非常热点的图片新闻 说成都的一个小伙子 把火锅店 开到了南极 后面被证实 这张图片上 南极科考站 墙壁上的这个成都火锅 是批图批上去的 由于批图技术非常的好 所以呢 很多大媒体都转载了 人也很难分辨它的真假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个技术的进步 已经跌幅了我们原来 所说的 有图 有真相 这个传统的认知 是图像不可信 那么视频总可以是 眼界为实了吧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视频是2018年 通过人脸驱动成业技术 伪造的奥巴马讲话的一个视频 右边 这个说话的人 才是真正说这一段话的人 而是左边呢 是通过这个人的说话 驱动了奥巴马的视频 来说出了他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 真实度 是非常高的 对不对 那视频 也很难相信的 如果说前面 文字的虚假 我们可以通过 人来审核的话 那么这些图片 和视频的真假 一定需要 技术 去揭示他 后面 伪造的本质 才能识别出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跟上这个技术的进步 使得这个 社会的认知 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磨高于此 我们到 要高一仗 于是 就是我选择这个方向的原因 那我们在做这个方向的过程中呢 首先就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要检测它 那它长什么样呢 谣言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它就是谣言呢 谣言的最早的一个定义 是来自于社会心理学 这个定义呢 一种被广泛传播的 未经证实的信息 那么这个广泛传播 和未经证实 就是谣言的一个 非常本质的特性 举个例子 我说 我今天 为了要让这个演讲 效果很好 我今天吃了兴奋剂 那么我到底有没有吃兴奋剂这个事呢 其实它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也没有价值去核查它 因为它也不会引起广泛的传播 但是 如果我说 某个运动员 吃了兴奋剂 那么这个事情 就非常的关键 它会引起广泛的传播 那么核查它的真假 就非常有价值 有意义 所以广泛传播 一定是谣言的一个本质特点 为了去探索 这两个特点呢 我们就需要大量数据的支撑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借一个这样的大数据平台 团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几十台机器 借了一个这样子的 分布式的采集平台 每十分钟 进行一个采集的周期 每天能发现 上百条真信的新闻线索 从2014年至今 积累了八年 达到了百万级的 真信新闻线索 有十万级的人工精工标注的 谣言数据 那么这个平台 对我们后面的研究 非常非常的重要 后面我要介绍的 所有的工作 都是基于这个平台 来开展的 基于这个平台上的数据呢 我们就有很多的重大发泄 首先 我们发泄 谣言的撰写 它要它自己的一个 语言学的模式 比如说 它是未经证实的 所以呢 它的信息是不可信的 就经常会出现 网传 据说 爆料 有消息称 因为它未经证实 所以呢 就有人去质疑它 问 真的假的 甚至去否定它 这是不实的 这是谣言 这是假的 由于谣言它要 达到一个广泛的传播 它就要煽动你 影响你 所以呢 它的情绪会非常的饱满 比如说 太可怕了 太惨了 就有这样的一些 浓烈的情感 它甚至告诉你 求转发 求扩散 这样的一些语言模式呢 我们在 分别在英文环境下 推特上面的数据 和中文上面的数据 都进行过验证 确实具有这样的语言模式 那以后如果你看到 这种新闻的新闻 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第二个是 谣言的情感模式 它要让你去传播 要去影响你 它就在情感上去煽动你 比如说左边 我们会看到 有的新闻呢 它本身带有很强烈情感 太可怕了 惨案 等等 是吧 你就会去煽动你 还有一类新闻呢 非常的隐蔽 它是模仿官方的发文 一本正经的在说谎 它知道 它的话题 一定会搓动 大家的痛点 热点 或者关注点 这时候 就会引起 大规模的 社会情绪 就我们提出 一个双流的 情感解册模型 来去分别解册 这两类谣言 这是谣言的情感模式 还有一类呢 是谣言的新闻环境模式 我们发现 谣言总是 趁热点 总是哪里有热点呢 哪里就有谣言 因为把一个谣言 单独来看 比如说 这个叙利亚停火 这个谣言 单独来看 它可能不会引起 大家的关注 但是 如果把这个谣言 放在2022年世界杯上 正好是叙利亚 跟中国男族 在打比赛期间 把这个谣言放出来 那它就不一样了 首先 它的流行度 站位就很高了 它的起点 就是这个世界的起点 很热 其次呢 我们看到 一圈的小灰人 大家都讨论的事情呢 是关于这个比赛的比分 而他呢 特立独行 他说的是停火 跟前面说的这个比分呢 完全不一样 利益标新 所以就很容易被别人关注到 那么这一类的谣言呢 是特别难去检测的 因为它是浑水摸鱼 我们需要对这个环境 形容环境性建模 我们才能去识别出来 这些在热点世界里面 浑水摸鱼的这些谣言 最后一类呢 是谣言的视觉模式 因为图像和视频呢 是最容易煽动人的 是最容易迷惑人的 但是呢 由于图像和视频的造假呢 难度很大 成本很高 所以它也很容易 抓到漏洞 抓到破绽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谣言的 这个视觉上的造假痕迹 到它的造假意图 在每个层次 都进行了一些建模 我们发现 因为它是假世界嘛 所以它没有图片 它就去造一个假的图片 那么在造的过程中 就会在像素级 或者一些局部的边缘 留下很多篡改的痕迹 然后呢 它去伪造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去 伪造一些非常关键的对象 语义对象 比如说伪造某个人呢 是吧 伪造某个场景呢 伪造某个标志啊 伪造某个动作呀 等等 那最后呢 它为了让你去 点击它 去传播它 它一定要充满了视觉冲击 让你想去点它 有情绪煽动性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图片 最左边呢 是圆图 它的背景里面的那些观众啊 进行了替换 我们通过 去检测这个图片的 造声图像 发现它的造声图像 在右上角这里 留下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痕迹 这就是 篡改痕迹 再比如说 这个新闻 它的文字新闻里面说 他们拍到了 比尔盖茨的女儿 但是呢 我们通过 检测这个配图里面 这个人脸识别 发现 它并不是 盖茨的女儿 而是一个女明星 所以呢 发现 这个图文不符 这是一条 假新闻 这就是 在视觉方面 怎么去做 虚假新闻的识别 好 讲完这么多的 谣言模式以后 我们就想了 我们谣言有这么多特点 我们能不能基于这些特点 在海量的信息中 自动地 快速地 去发现谣言呢 是吧 就能做到自动地去提取了 做的时候呢 又遇到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难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两组对比数据 左边 是2016年 美国大选期间的 虚假新闻数据 红色的线 是虚假新闻的互动量 就是阅读量 点击量 黑色的线呢 是正常新闻的 阅读量点击量 在这个期间 虚假新闻的互动量 达到了54% 尤其看最后一点点 就是选举的最后七天 一个星期 虚假新闻的 阅读量 已经超过了 真实新闻的阅读量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大家看到的新闻 大部分是假的 是不是觉得很恐怖 那么在一个局部 这个世界里面 虚假新闻是特别多的 影响是特别大的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虚假新闻 放到整个互联网上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 右边的图里面 红色的 就是虚假新闻的量 发现 在整个互联网上来看呢 虚假新闻只占了 人们阅读新闻量的 7% 而我们在现实空间中 要去检测虚假新闻 正就是要做 诱别这个事情 就是诱别这么大的 一个规模下面 海量的规模下面 如何去快速检测到 这个虚假新闻 所以它的难解就是 我们现在的虚假数据呢 是这么大 是终结这么大 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探索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就是 我有没有可能 去模拟未来可能的 一些伪造的数据 去伸出更大的数据 模拟未来的可能的 位置的空间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缩小 我在一个一个的小领域 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它呢 那么这两种方案 都是可行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 要检测 我的伪造的图像 现在呢 在网上 关于我的伪造图像 肯定不多 比较少 那未来 来了一张伪造图像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不知道 那么我们 自己去模拟吧 是吧 把可能的 伪造的情景 我都把它造出来 比如说 有可能 他们会改变我的发型呢 是吧 比如说 他们有可能会 改变我的动作呀 我的姿态呀 还有的 可能会改变我的 妆容啊 等等 好 我通过自己去模拟 有可能的伪造的信息 那么这个数据就变大了 要完成这个功能呢 我就需要做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我需要去 整理和生成 和研发 大量的生成刷法工具集 我们已经 整理和研发了 80多款 这样的生成工具集 然后呢 在生成的过程中呢 我需要有 一定的标准 首先 你生成的数据 必须是安全的 就是说 你生成的 必须是我 别生成的是0字0 是吧 好 第二个 你生成数据 必须是有效的 必须是 每一个图片 是不一样的 是去描述 位置空间的 是吧 如果都是跟我 原来一样的 它就没有效果 所以通过这两个规则呢 我们就可以 把小数据 编成大数据 从而去解决了 我们未来 可能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 未来可能 伪造的一些情形 如果我见过它了 那么 以后我就能 准确地去检测到它 所以就 解决了这个 大数据的问题 好 第二个呢 我有没有可能 把这个问题缩小 我一个一个的领域 特定的领域 去解决它呢 我们发现 虽然都是伪造 虽然都是图片伪造 但是不同的领域 它伪造的特点不一样 比如说 文字图片的伪造呢 它是有很多固定区域的 比如说 它特别喜欢伪造 金额 数字 签名 等等 这些地方 那么高清的这种 新闻的 精修图片的伪造呢 它要挑战的地方就是 对抗性非常强 因为都是专业人士 去伪造 你的那种 一般能检测到的 伪造痕迹 它都把它抹除了 我们需要 强对抗 那么对于 互联网上的 低分辨率的图像 和视频的伪造呢 它最大的难点就是 抗压缩 同样的一个视频 我在这个平台上 能检测到 它经过几轮压缩以后 什么都变模糊了 我就检测不到了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挑战 通过我们这样去分析以后 我们就开始 分门别类的 按小领域的 一个一个的去进行 技术突破 去解决它 才有可能达到实用 于是我们就 针对于不同的行业 提出了不同的 伪造检测的方案 比如说针对证件 我们有专门针对证件的 伪造检测的方案 针对于形成码 这么一个小类 我们也有 形成码的解决方案 因为它里面经常 篡改日期 星号 然后呢 针对合同 我们会有合同的解决方案 针对自然的图像的PS 有它的单独的解决方案 这样就能各个击破 基本达到实用的效果 针对人类伪造 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物 我给他去收集他大量的数据 去提取他固有的特征 比如说 我的唇文是什么样子的 我笑的时候 我的皱纹 是什么样子的 每个人都会不一样 我通过提取特定人物的 这种固有的信息 我就能更加精准的 更加快速的 去解册他的伪造 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定人物 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精度 我们的速度 能达到每张图片 十毫秒以内 基本能接近实时的处理 大家看完以后发现 摇曳检测 已经解册得这么准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是不是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一个难点 发现很多的谣言 它的传播 是在辟谣以后才发生的 辟完以后 还有大量的传播 这是为什么呢 你虽然辟谣了 你没有告诉我 他为什么讲 我还不相信 所以呢 这个问题 怎么去降低 这个谣言的传播呢 这个问题 在半个世纪之前 社会学业的专家呢 已经对他进行过研究 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摇曳公式 他们认为摇曳的传播 是等于 这个世界的重要性 乘以 这个世界的模糊性 就如果 我要降低这个摇曳的传播呢 要不就降低它的重要性 让它没处可传 三帖 要不呢 我就是 降低它的模糊性 我通过取证 我通过解释 告诉别人 它为什么讲 那么你就不会再传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试图去 通过降低 这个世界的模糊性 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 我们来了一条谣言以后 我们在大量的数据里面 去匹配 去寻找 它 为什么是假 哪个地方错了 去快速地去寻找这个证据句 告诉用户 假的地方在哪里 从而达到一个 谣言核实取证的效果 其次呢 如果我不仅告诉你 这个图片是假的 我还告诉你 它是用哪个算法做的 你是不是会更加相信我了 对的 既然图片的造假 是无中生有的 那么它就是 一定是用一个规则 去慢慢 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生成的 它这个规则呢 就会留下很多的痕迹 我们把它叫做 模型的指纹 就像我们人的指纹一样 拿到这个指纹 我就知道是你 那么我拿到这个指纹 我就知道 这个是 那个模型 好 我们通过这个素颜模型呢 就是 人知道 它是伪造的算法 是哪一个 让你更加可信 上面两个方法呢 都是通过技术的方法 去试图 降低摇曳的传播 我在这十年里面发现 其实 这个摇曳的治理啊 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更加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这些同学朋友 在给我 发信息求证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一定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我要不要转发这条信息 是不是 我这个想法呢 正好也得到了 Nature 2021年一个工作的一个证实 这个工作呢 证明一个人 在阅读 这个虚假信息的时候 你只要在中间插播一个环节 问他 这个信息是真的吗 只要插播这么一个环节以后 他转发摇曳的 意愿就会降低 21% 也就是说 只要你开始关注 这个信息是不是准确 这个问题了以后 你的转发率 你的那个转发情绪 就会降低 这个事件呢 就启发了我 我应该发现这十年里面 在点点滴滴中间 我已经影响到了我身边的人 他们在建立这个媒体的 这种思辨习惯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一点点 小小的贡献 所以呢 这个世界启发我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研发成果 应该更加开放 然后应该开放给大家 让大家在消费互联网的 新闻的时候呢 他能有一个地方去查一查 去问一问 让这个世界更加真实 多一份美好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工具 公布出来了 一个伪造检测的工具 最后 我希望 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会继续去探索 希望做一个 更加专业的女侦探 用技术 让生活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